大家好,欢迎来到Clug Mall 今天我们将关注到的是金砖国家 尊重国家主权和发展的国家 金砖五国指的是巴西、俄罗斯、印度、中国和南非这五个国家 在西方媒体报道中 金砖五国的合作却通常被描述为对西方的威胁 事实上,金砖五国的合作给全世界的和平合作 给全人类的发展和给战争的结束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 因为这些国家的赤国之本 在于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 金砖五国的合作产生了很多积极影响 比如,11月12日第三届德印投资论坛在柏林举行 论坛上来自印度政府的一个代表团宣布说 印度在未来十年平均每月将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 这一举措对西方政治界来说是一种良好示范 金砖五国没有对世界经济造成威胁 他们也不是好战国 而是对每个国家的主权和发展都尊重的国家 欢迎收看本次来 谢谢再会